在手机上偷偷看爱情动作片会不会被查到呢 IP地址到底可不可以就是精准的找到你呢 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呢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问题啊 看完你就彻底明白了啊 建议点在收藏 避免到时候要弄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啊 我们都知道啊 任何网络的设备啊都是有IP地址的 你比如手机啊 什么电脑呀 什么Panda呀 甚至电视上都有IP地址啊 如果你的IP地址就暴露了 其他人能不能通过你的IP地址精准的找到你呢 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啊 就是首先知道什么是IP地址 咱们举个例子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啊 就是活着有住处 你住的地方都有一个精准的地址啊 就通过这个地址可以就是轻松的找到你 同样的IP地址 它就是互联网设备上的一个一个地址啊 通过IP地址也可以找到你的位置 那么这个IP地址能不能精准的找到你这个设备呢 嗯 这就不一定了啊 因为这个IP地址它是会变的 我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场景啊 就是说警察会通过嫌疑人的电话 可以快速的获取到这个人 这个他这个IP地址 然后通过IP地址快速的锁定他的位置 都看过吧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啊 单纯的通过IP地址啊 就是我们是找不到对方的具体位置的 只能找到一个大概的位置啊 你比如说啊 你在家里上网的时候 就是偷偷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吧 就家里的电脑或者手机上都有一个IP地址 我们说这个IP地址啊 它是公网的地址啊 不管你家里是几台电脑 还是几台还是起步这个手机啊 只要连的是同一个MVFI的话 那它的公网IP地址啊 就是同一个 是不是拿到这个IP地址就知道你家了啊 这个也不一定啊 由于IP地址啊 它数量有限啊 就是呃 它不支持每一个设备啊 都是有都有一个独立的IP啊 所以说啊运营商啊 就是像联通啊 移动啊 什么电信啊 它往往就会不会给你家设置一个独立的IP的 当然了 你付费的话 它可以给你设置一个独立的IP啊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啊 一栋楼它是一个IP 甚至啊几栋楼或者是一个小区 共用一个独立IP 所以说啊 根据这个IP啊 只能锁定你 你所在的一个小区 或者是哪一栋楼上 但是具体是哪一户啊 它是真是定位不到 当然了 如果是运营商查的话 他们就就就简单了 他们也知道这个每家每户的这个宽带的账号啊 有详细的这个联网日志 如果让联通或者移动这个电信这样的运营商来查的话 就是一查一个准没跑 那可能有人说了啊 那我不连家里的WiFi 是不是就查不到了呢 我刚才说了啊 任何联网的设备都是有IP地址的 就算你拿着手机的接上乱跑啊 那也是有IP地址的 只是这个IP地址啊 会随着你的这个位置吧 或者随着你的移动啊 就连着不同的基站 如果连不同的基站的话 IP地址它也会发生变化的啊 所以说啊 单纯的通过IP地址查的话 就是只能知道你大概的什么位置 不能精准的找到你 可能有人又说了啊 我现在在北京 有时候我的IP地址就显示的是河北 或者是天津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呢 就像很多人在短视频的平台上 APP上就是发现就是这种问题啊 就是说显示的IP地址 跟自己的实际位置 它这个不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不是短视频平台的问题啊 而是你的IP地址有问题 是你手机连这个网络的运营商问题啊 由于你用的是动态的IP 就不是固定的IP啊 就运营商会随机的给分配一个一个 临时的IP就是供应使用 这个地址说不定是哪个地方的啊 有可能就不是你当前所在的城市 可能是其他的 这是其他省的某一个地方啊 这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地址 这运营商是为了省钱搞的一个办法啊 尤其是就是某些地方的不太知名的一个宽带服务商 他们经常会搞这种这样的套路啊 以上说的是正常的情况来上网啊 其实还有一个怎么说呀 不太正常的一个上网方法啊 那就是使用这个代理IP 前段时间就各个互联网平台就是公布IP地址属地的这个这个时候啊 就不是还出现很多就是大V翻车的情况吗 你比如说什么某某在美国呀 其实他的IP地址在国内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海外代购的账号呀 说是在海外啊 其实IP地址是显示的是国内 看过这种新闻吧 就这种IP处地的方法 就是让那个那些所谓的骗子瞬间录制的马脚啊 但是那个骗子他有其他办法 他是为了应对这种IP处地带来的冲击啊 他们就是往往就会去 怎么说想办法更改自己的IP处地 他就是说花钱使用代理IP 想用哪里的IP啊 他就选择哪里的IP 这样他的粉丝就发现不了了 当然了啊 这种所谓的这个IP代理啊 他属于国家严厉打击的一个网络黑产 属于违法的啊 但是依然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某种目的嘛 去停止走险 扯的有点远了 就我上面说的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说 你获取你的IP地址 他不一定能知道你的一个实际的地址 就单纯的依靠这个IP地址 就是没办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啊 如果没有使用动态IP或者代理IP的话 就是单纯通过IP地址 就只能找到你的大概的位置 只是一个范围 他找不到你具体的你家在 是在是不是哪个家里 哪个什么屋子里啊 当然了啊 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固定的IP的话 就是怎么说 就独立IP的话 那就是一查一个准啊 你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阿里云啊 腾许云啊 都做的网站一样啊 你做这个域名备案的时候啊 都要提供这服务器的这个固定IP地址 这个IP地址是固定的 就是跟你这个域名绑定的 如果你这个拼一下你这个域名的话 直接能找到你这个IP啊 所以说啊 只要是你的网站上出现不合规的东西啊 可以快速的锁定 就是购买服务器的人 就是买这个阿里云 他是做这个生命认证的人 他旁边的人 好